其實在寫這個劇本的過程 因為我本身 我媽媽就是獅子生的患者 那其實這個故事就是 當年我離開高雄來台北 與我媽媽發生之間的一些爭執 以及後來她生病之後 我的感受跟家裡面 從一開始不願意相信 到接受 到無能為力改變 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我是她唯一的女兒 她曾經那麼掛念著我 可是有一天她卻再也不認得我 我覺得是認對家屬來說 就好像就比身體識別還讓人家痛苦 因為她站在我面前 其實就是兩個世界 我進不去她的世界 她也會不來我的世界 我終於明白 在我媽媽像金魚 只記得三秒的世界裡 不斷重複的 不斷重複的 其實不是一個新世界 而是同一個 讓她一直牽掛著的 我的世界 對 對 但她也會不會 她也會不會 她也會不會 對 三月二十七號 晚上十點 中視頻到 金魚媽媽 谢谢大家